為了配合東鐵線過海段的新軌道接駁工程 東鐵線來往旺角東至紅磡站的列車服務 將於4月18日暫停 港鐵呼籲乘客為行程預留充裕的時間 及優先使用港鐵替代路線 亦可考慮選擇乘搭其他交通工具 如果乘客乘搭港鐵的免費接駁巴士 需要留意它的運作效率受到路面情況影響 運載量亦不及鐵路 乘客可透過東鐵線車站的告示及廣播 港鐵網站及MTR Mobile 獲取替代路線的詳情